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窦福音五章十七节 分享 耶稣来是位子我们一个自由的生命 成为天国里的天主子女 所以他邀请我们成为一个以征服精神去生活的人 神平的 哀痛的 温良的 木义的 敏人的 心结的 缔造和平的 畏意被迫害的 是定言是光 以善行光荣天赋 耶稣之所以能使我们由罪恶中拯救出来 是因为他亦只有他能成全天主借梅色颁布的法律和先知预言 就是圣经的一切化 即是天主的正义 正如保路说 正如保路说圣经上记载的一切是影子耶稣基督才是影的实体 即耶税 即耶税在恶马乌路上告诉两位门徒说圣经是指着耶稣说的 即他就是圣经 即法律和先知 所要向世人指出的救主 基督徒就因信仰耶稣 在耶稣内就有自由 不受法律的诅咒 马窦福音五章十七至十九节 梅色吩咐以色列人要尽力遵行天主的法律 就能进入天主的福地 但他更提醒他们要记住救恩是天主赐的 不是因为他们守法的功劳 不要走法律主义的路 自以为靠自己就可以得救 生命界四章一节五至九节 天父你的话就是神 就是生命 为你有永生的话 求你恩赐我们借着圣言的滋养 能以圣善淡薄的精神 全心事奉你 并在日常生活中 彼此同心祈祷 团结一致 因主耶稣基督之名 阿门 罗碧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